这次节目我们就邀请华盛顿民间智库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先生 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和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与您探讨一下这些话题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Twitter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节目并且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欢迎各位嘉宾 王丹先生应该说即便是截至目前 那么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这样的一种疫情确诊死亡人数的这样的一个统计 那么也应该说目前的一种疫情恶化程度确实令人担忧 但您认为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所谓湖北的党委一把手换人能提供多少帮助 我觉得这个换人当然主要就是习近平为个人私利考虑的一种政治宣誓 可以看到换到的基本都是浙江的 都是他的亲信 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你 这个根本不是人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说是上海的防疫成绩更好就掉上海书记 西藏才有一例 怎么不把西藏书记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人的问题 他就是体制和相关政策 包括对言论自由压制等等这些问题 那你现在换来的政法委系统的这几个官员 我们更不预期他们在这个体制防疫上能做更大的改善 所以在我看这个换人还不是不换人 其实这原省湖北省这些已经这一两个月都在处理疫情 业务上按理说应该比英勇之间反倒更熟悉 所以我觉得换人我认为解决不了这个疫情扩散的问题 他就只是习近平个人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震慑党内的一种意思 那么李伟东先生刚才王丹先生也提到了这样一点 我们注意到就是英勇和王忠林都是中国政法系统出身 似乎也和当前湖北部分地区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这种军管封闭有所关联了 但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就是这个星期虽然发改委要求各地有需复工 但是显然地方政府却同时面临的这种疫情感染风险 相应的这种封闭措施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减弱的迹象 那么您认为英勇空降湖北与习近平 刚才王丹先生提到的这种习近平所谓警告不得防御过渡 是不是有某种或多或少的联系呢 肯定是有的 我也同意王丹刚才的说法 这个不改变这个体制 包括换人对改变体制是否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我都持怀疑态度 但是可能有另外的一个相对来说 有助于湖北的某种提振信心的这个机制能够产生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毕竟是希望看到清官 希望看到皇上来相救 这个心态你很难一下子让他改变 换了个人 刚才王丹说到原有的省委书记和省长 未必不好 市长 但是他们可能各有经验 但是一换人可能老百姓就会觉得皇上来救我们 在这种心态和这种体制下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 是很难假想他能够立刻改变 这个有助于更加提高老百姓本身的一点信心 不管这个信心是虚假的 还是遥不可及的 总之是有某种作用吧 好的 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样一个 应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就像武汉市长周先旺甩锅时候披露的那样的 那么如果中央不同意的话 地方政府没有发布任何信息的权利 尤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 就是中国方面目前仍然没有同意 美国的医务员能够进入疫区协助调查 您认为这其中是不是有某种像舆论担心的那样 需要掩盖的东西呢 我觉得当然这个成分更重 那古人也讲吧 振前换将是兵家大计 这个马国强和蒋少良 毕竟在那工作 从疫情一开始就在前线 那么至少对情况是熟悉的 你现在叫应用这个王忠林他们俩空降 首先他们要熟悉情况 要进入这种状态就需要些时间 而现在正是抗议的最关键的时刻 那么这个对首先让他们适应这个状况 就需要一定时间 这么显然是不利的 再说原来的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 也在那工作的有些年头了 那么对当局的情况也比较了解 和下面的官员 多少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在磨合 所以一旦合作起来 多少配合度会高一点 你现在来俩人 这俩人人生地不熟 要开点什么工作 需要各方面的这种配合合作 那显然这个都要受影响 所以如果从抗议这个角度讲 这么林郑换将显然是不利的 当然那确实是 他就有刚刚李伟宗先生提到那么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想他从当局从中央看来 换将他还是主要找个替罪羊 就是把这俩人当替罪羊 你看那个 所以他这里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刚才你提到周先旺也好 其实这个马国强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就讲过 他说如果我们在1月12号13号 就采取以后来向23号 封城那一天的 那一类的比较大的动作 那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个样子 他表示很内疚 但谁都知道呢 在当时作为武汉市委书记 他根本没有权利 在当时就采取这么大的动作 在那个时候连向公众公布疫情权利都没有 那他怎么可能才有大动作呢 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我特别注意到 对这两个书记 免去他们职务这件事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写了段微博 非常有意思 我们注意到了 对 他就说呀 他这两个书记 他其实他也夸了这两个书记 恐怕也做过不少的工作了 为他们很遗憾 他说 当然他说的一点呢 他说他们应该呀 把他们过时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 如果有七分责任 他们就应该主动承担九分 意思就是他很清楚了 你就应该把不是你的责任的事 都揽在自己头上 那意思就很说白了 就是你应该把中央的责任 习近平的责任 拿在你头上 这样一来呢 你就能够赢得理解和一定的谅解 而他说他们这样的没这么做 他们只想承担公众眼里 属于他们责任的一小部分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两个人还是担了责的 但是他们只担了别人认为 是他们责任的那一部分责任 所以这个胡锡进意思就很清楚了 所以那就赶你们倒霉了 你们只担你们 大家认为你们该担的那部分责任 你们没有把你们不该担的责任 也担下来 而现在就需要你们把别人的责任 把中央的责任也担下来 你得这么做 那中央就体谅你们了 那也许你们就不会这么处分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胡锡进 他到底是不是高级黑 反正他是把这个系路添击 其实就和平了 要免他们两个真实原因所在 我觉得这个点 他的这段维度不过再加上 我们原来知道的周先万 马国强队讲话 可能对于这次免去这两个职务 恐怕会更深刻的理解 我要补充两句观点 您请李北东先生 其实这个责任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那个亲自的责任 他已经说他亲自指挥 那肯定是亲自责任 他当了所有的小组长 包揽了所有的权力 也等于要包揽所有的责任 但是现在我也曾经调侃 我说他该发个罪己招了 这个我们都不能指望了 但是网上追责的趋势 也正在发生 这个上面最大的责任 其实不在于 那个武汉那个警察 训诫了这个八个人 那是一个地方的一个 如果不扩散出来 这是个地方的小事情 当然他的这个危害和这个恶劣 我们都知道 问题是谁让这个 这个训诫八个医生 这个消息上中央电视台的 把它扩散成全国一个 压制谣言的行动 等于压制了全国 防治疫情的一个信息 和大家及早做准备的可能 这个责任在这个当时 是最加最重大的 而这个责任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追究 昨天看到这个国内的网络 公开传播出来 追究那个高福的责任 就是疾控中心那个主任 说他这个整天的不务正业 就是在发论文 然后说了可防可控 或者没有人传人公开否认 但在事实上底下写的论文 已经早就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作为一个 一个在期位 就是他直接就是防控的 然后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调侃说 这个他不是一个 屁罪羔羊 他是个有罪羔羊 但是有罪羔羊 上面那个吃人的狼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揭露出来 我们不能指望最后追责 追到习 但是至少应该说 到底谁让上的 中央电视台 这是最重要的 要追责的东西 我也补充一句 很简单 我就觉得 重点是 现在是追 纠责的时候 对不对 责任当然是要开始追究 但你要等疫情平缓之后 现在疫情 还是如此严重 政策扩散 你就开始已经 紧急的进入纠责程度 我觉得习近平 想的都是他自己 而不是真正的 疫情的发展 我就这么个看法 习近平今天 您请胡平先生 刚刚李宏东谈了 那个事确确实实 你不是这个地方政府 地方公安 去训诫里面量的问题 你中央电视台怎么 马上第二天就转播 就把这个事情播出来 言辞理设 人民日报都登了这个消息 还有呢 我补充一点 就是一直到1月20号 北京青年报还发文章 说 莫让流言冲淡了节日的年味 那这个文章呢 虽然是北京青年报发的 当然当时就被 包括人民网在内的 什么光明网 这些中央级的官网 通通转载 那么可见 这个话是有来头的 而那个文章里头就说 就是对所谓流言 就是大家谴责 说这怎么披着科学的马甲 说怎么样 这个蛊惑人心 然后谈到谈到这种情况 然后说对这些 要依法依规严办 对流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也就到了1月20号了 老天爷 那而且这个东西 它很明显 第一它这个小文章 它显然是有后台的 而到了1月20号 还在发这种文章 那它到底是表明了个什么意思 在这个问题上 你怎么能说是湖北乃至武汉地方政府的问题呢 当然不仅在他们这里 而是在中央 而在这里像这种东西 它能够在中央级的官网上这么流传 在那个时候都这么讲 你可以我们就很容易猜想出 这件事情真正的责任人是谁了 胡斌先生 我想同时请问一下 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疫情 仍然肆虐的 可以这样讲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中国社会 虽然在进行一种追责的问责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就是公民社会在进行反思 尤其是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 那么众多这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 公开要求要落实言论自由 保障公民知情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宪法的承诺 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 刚才我们几位嘉宾也提到了 是否能够追责到人民领袖 独居欲尊的这样的一位人物上 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领导的 这样的一个主掌一切的时代 那么当局顺应民间诉求的这种可能性 有多大呢 当然对当局他顺应民心民意 这点我们真是很难抱乐观的期待 但是作为民间 那么施加压力 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 而且如果来自社会的 来自民间的压力足够的大 他总能够迫使当局做一些让步 那么随现在 这个发出这些公民 公知 发出的呼吁言论自由的这种呼声 或者就格外 格外值得大家重视 值得大家去声援 那么当然他 这个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像李文亮医生 他给我们留下的那句遗言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这个他不同意 不赞成公权力 利用公权力 这个过分的压制 那么这当然也就是呼吁言论自由 而这个事情之所以 整个这个疫情 这个新冠病毒 之所以变成了全武汉 全湖北 乃至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的一个公共卫生灾难 那显然就是和这个压制言论自由 压制对疫情的公布 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这一点呢 他不仅仅是 因为过去一谈言论自由 那很多人就会以为 你们言论自由就是你们少数知识分子 你们才喜欢这个东西 对于广大老百姓 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 无所谓 那么这件事情就告诉大家了 其实言论自由的问题 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的 所以他在这次就 兴起了这么一个高潮 可以说是这个六四以来 这么三十年来 对言论这个来自民间 来自社会的 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最强硬 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 确确实实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作为我们 从各个方面应该是大力支持 是大力响应的 好的 差不多四十多年来 胡平兄就一直强调言论自由 是争民主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个是我是一直都非常赞同 所以刚才我正想请问 李卫东先生 胡平先生正是有一种标志性 这样的一个意义 多年像这样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在强调宪政民主 落实宪法权利 但是我们也看到网民这一次 针对疫情的救助问题 被封闭的问题 提到了更为明确的 更为鲜明的一个观点 就是换人不如换党 那么您感觉 就是这次疫情发展到目前为止 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 造成了哪样的 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呢 换人不如换党 这是一个特别良好的期待 包括在这次这个疫情当中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也看到海外很多呼吁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我很难这样期待 而且我要提醒公众 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党呢 它是由现在九千多万人组成 党中有派 党中有党 是一个长期以来 中国就存在的一个问题 你指望这次就把那个党的名字换掉 或者整个这个组织解体 这是一个终极解决办法 眼下看很难做到 但是这个如果党内换人 或者由于底层的这个压力 和公众舆论的压力 导致它有某种这个松动 撑起片天 比方这次像这个财新 财经啊等等 国内的一些个报纸 都发出不同的声音 很多记者都很英勇的去披露 当然这些公知们就更是更加英勇了 这就迫使它必须要检讨 必须要这个包括换人 包括这个这个更改某些机制 达到这样一步 可能对救灾救疫可能更有好处 指望更多 大家内心的期待 但是短期内恐怕很难实现 能够撑出更多的蓝天 就是这次最大的胜利 好的 王大先生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尤其是最近几年啊 无论是像地震洪水这样的天灾 还是毒奶粉假疫苗这样的人祸呢 那么中国都有一批这样的 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首先提升发声 但是您感觉就是这一次啊 那么这样众多的学者 包括高校校友啊 要求落实宪法权力 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觉得 坦率讲我都没有 刚才两位 胡平先生和立维东先生 那么乐观 我觉得事情搞不好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这次这么多的公知 包括网路上 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镇压 可能会导致 中共把他的统治更加严格化 对社会的控制 会进一步的加强 像这次我们已经知道 包括像郝健就已经公开的说 他已经受到了相关单位的警告 许章润也已经被软禁在家 那我觉得以习近平 这些年执政的思路来看的话 我只能认为他会有反弹 他会觉得 有些人要借着这个疫情 挑战中共的统治地位 所以我是相当悲观的 但另一方面 但我觉得 不管他是不是镇压 中国公民社会 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定要勇敢 这点我们也对国内的 这些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 表示非常的敬佩 但是我觉得 总体来看我不乐观 那么胡平先生 我们刚才李伟东先生 提到了一点 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有可能对当局的政策思维 和一些政治体制 某种改革提出某种压力 那么王丹先生的看法 却恰恰相反 当局的这种打压状况 有可能更为严重 您是怎么看待 中国社会当前 到底有没有这种公民力量 能够给 对于目前的这种政策走向 施加某种压力呢 我觉得他们两位的评估都有自己的根据 因为事情正在进行过程之中 最终的结果不是预想就确定的 就只能如此或者不能如比 也不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做 所以这就是 在这个时候我想公知啊 这些包括国内民间 包括海外 我们都把这个呼吁的重点 放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有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呢 第一 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认同的人特别多 包括体制内 包括党内 那么很多人也能够接受 能够理解 能够对这个主张会比较同情 另外呢 其实这个主张呼吁这一点呢 你政治风险比较小 也就是说 即便最后当时去搞 习近平搞什么反共倒算啊 秋后算账啊 单单是对你提出言论自由这个问题 那他其实对你算不了多少账 所以这么一来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方面 刚才李宗东也谈到 就是很多目标是很好的目标 我们都发自内心的赞成 但是现在呢 目前的现在还做不到 做不到呢 而且你对 特别对于国内的人来说呢 就你如果现在就提出这些要求 可能就有比较大的政治风险 而且问题就是 因为它有比较大的政治风险呢 所以一般人呢 就不见得敢于参加 而提向言论自由这个 这种主张 因为它风险比较小 所以可以参加的人就比较多 就可能行 而且能够得到体制内的一些呼应 那么这么一来呢 就可能 有这种可能性 形成一股中 比较大的压力 迫使呢 在这次实验之后 中国的这个政治情况 会有良性的改变 另外退一步呢 如果哪怕 不能取得这种成功 但是因为这种 走出这一步 对美国人来说 风险比较小 到头来呢 民间的力量 工资啊 也不至于受多少的损失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主张 谈言论自由 为什么对国内这些公知 他们呼吁言论自由 这点特别肯定的原因 好的 我要补充两句 您先 我其实完全同意 王丹的判断 就是事后的秋后算账 更加严重的反攻倒算 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这个我跟许先生 也很熟 就许张忍 这个他现在被禁足 被消掉这个微信号 这个秋后算账的 某种可能性 是完全存在的 那就是现在先不管它 然后将来会有 更严厉的整治 它的可能性 完全存在 但是中国是一个 很复杂的社会 这像这个水利学家 研究那个船流 就是说表层的水面流动 和底层的水面流动 可能不一致 这是中国社会 普遍存在的情况 就是两种情况 都可能同时出现 就是反攻倒算也出现 撑出更多的言论空间 也出现 这是中国的复杂之处 两者同时出现 恰恰给未来 带来某种机遇 它越反攻倒算 越说明它不得人心 可能是垂死一搏 那么另外的力量 也可能上升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 内在博弈的一个过程 好的 谢谢李伟东先生 那么王丹先生 应该说这个星期 另外一件 比较引人关注的事情 就是中国当局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 似乎对台湾 提升了这种武力 威慑的一个趋势 您感觉 就是在台湾大选 刚刚结束之后 台湾民意 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 对习近平 所谓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的 这样一个态度 为什么中国当局 还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也很关心这个事情 我当时觉得 有两方面的分析 第一个层面分析 所以说我们当然理智的判断 它有可能是 本来就是已经 实现就规定好的一种 例行性的政治动作 这个动作 从台湾大选前就开始了 如果他从中央军委的角度 或者相关的军事上的部署 是个例行的 那么他大概也不会因为 这个疫情而去停止这个例行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种 比较乐观的看法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种例行 这样就好了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即使你是一个例行的政策安排 可是现在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不能从中央军委直接下令 停止这种例行安排 按理说这才是更合理的做法 而他不这么做 那么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层面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长期在讨论的 会不会当中国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危机的时候 中共会停而走险 用一种对外战争 或者用一种民族主义动员的方式 来试图为他解脱部分的政治这种压力 那么目前我们还没看到 可是从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他其实按说是有理由停止这种例行 而不这样做的话 隐隐约约我觉得已经透露出 就是他不会放弃用台湾作为民族动员 作为他最后一个政治救命稻草的 可能性的这种动机 没有排除掉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李伟东先生 您是怎么看待王丹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一点 就是台湾的地位似乎在所谓一国两制之外 被目前的疫情赋予某种更加特殊的色彩了 是吗 是的 刚才王丹的分析我都完全同意 而且担心他提到的另外一个方面 但是我也注意到 国内可能底下有些传闻我也听到了 就是认为台湾在这次 借助这次疫情 扩大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在世卫组织里边的发言权 而且台湾的外交部长也公开表达说 这个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这个世卫组织不应该把这个台湾叫做台北 中国台北 发出这样的声音 那么国内呢这个大陆方面可能用这样的举动 在跟这个隔山打虎似的跟潜在的 他们认为的台独势力在斗 这个是这次疫情当中产生的一个花絮 也不必过度解读 有例行的成分 也有这个某种大陆想要压制所谓台独增强的成分 给国际社会施压的成分 这两个因素都存在 他确实刚才王丹跟李伟东分析我都很同意 另外呢他中共官方他自己有个说法 你看国台办的发言人马小光在2月10号的时候就说过嘛 就说这个军机绕台 他说警告台独防止台美勾连 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那么他按照他的解释 就把这次军机绕台诞成是有个特定的针对目标的 特定的针对对象的 所以对他这个解释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忽略 当然这之前还有一个现象 大家知道就是副总统 后任副总统台湾的赖清德访问了美国 这件事情是让中共非常非常的恼火 他又不好发作 因为至少你目前赖清德是个平民 并没有在这个政府中任什么职务 所以从这个中共从他过去的立场上 很难对这个来访这件事 本身就多于加以谴责 而当然又谁都知道发现 他马上就要就任副总统 那么这时候访问美国 而且受这么高规格的待遇 这个对中共方面的恼火可想而知的 所以因此他这个绕台这个动作 我想因为你说是他警告台独 这是他的一贯立场 他用不着在这个时候单独搞个军纪绕台 所以恐怕也和赖清德防美 这个事情就有一定的关系 好的那么王丹先生 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提到了目前中国疫情的这种出现的恶化程度 我想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如果说未来几周 那么这种疫情得不到控制 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我认为如果疫情失控的话 现在习近平已经跳到第一线了 包括他到北京视察 相关人事变动 他已经更直接的把责任往他身上来 如果疫情失控 我还认为会对习近平目前的统治地位 形成至少是不利的因素 当然习近平会全力的反击着 他们党内斗争的事情 但是疫情控制不住 至少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是不利的 那么尤其你在换人之后 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想习近平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好的 李伟东先生 正是因为目前的这种疫情发展状况不明 您对这个疫情的控制 在未来几周是否乐观呢 我不乐观 首先跟经济发展带来一个互相牵扯 然后互相抵消的一个作用 我们先放开他这个集权的问题不谈 仅就疫情和经济的关联而言 这两者之间是很难两全选择的 所以他有点急急忙忙的发给委 说是要有限复工 习近平又说不能防疫过度 因为再这样撑下去 这个快递也都没有 然后这个粮食蔬菜运不进来 这个资金也难以流动等等 这个经济就垮了 如果这个这样封城的局面 持续两个月 经济避垮无疑 这个现在已经持续了 这个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 20多天了 从1月23号开始 这个再持续下去 实际上是绷不住的 所以他一直在严控其他省市 发生更大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的是 临近湖北的几个主要的省 浙江 广东 河南 都成了疫病大省 这几个省都是确诊病例超过上千的 这个实际上中共也好 中国也好 包括老百姓也好 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 这两难选择就看 能不能把这个疫情 在二月底之前 向钟南山估计的把它控制住 但是我并不乐观的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病毒本身 刚刚被发现 最长可以潜伏40天 而且刚刚钟南山的团队宣布 说通过血液和粪便 也同样可以传播 所以这个疫情的传播能力 这个病毒的传播能力 是相当强大 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制度 到目前为止 成了全世界现在的500多里 这个也很难守住的一个局面 所以怎么客观的看待 这个病毒的传播力 和体制本身制造的天灾和障碍 这是两个辩证的关系 我们强调后面刚才那个问题 忽视这个病毒的巨大传播力 忽视它的这种 这个对全球造成的灾难 可能也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所以严防死守吧 把整个湖北围困住 和让全国经济活起来 这两者之间 给中共也好 给中国也好 提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难题 一个课题 先看下一步 他们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吧 怎么应对都是 我都是不乐观的 胡平先生 您是怎么看待 如果疫情在未来几周 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对中国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确实 当然对这个 当然一个最直接的冲击 就是对经济的冲击 尽管习近平一代强调 就不要这个 不要过度 但是我们发现 这是2月3号讲的了 那结果那几个 包括几个大城市 他们采取的大动作 就是实行这个小区的这种封闭式管理 倒还是在他这次讲话之后才采取的 这么看起来 就是各个地方的官员 并没有完全去 那么去响应习主席的号召 他们反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仍然把这个防疫抗疫这件事 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还反而采取了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这当然也是跟疫情本身有关系 而且现在他也是观传 他们现在这个心里 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更担心的是 他那个地区疫情失控 造成更多的人被感染 甚至死亡 因此为了防止这一点 哪怕做得过分一点 影响了点经济 对现在的地方官员的时候 反而是比较次要的问题 这不比当初 最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是在整个掩盖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地方官员都知道 他们要的是GDP 所以那个关于疫情的问题 大家根本就不认账 把他捂着盖着 而到后来盖不住了 成了今天这个局面呢 那地方官员的想法就相反了 他就认为防止疫情这件事 做过度点 宁可做过度点 都不敢在这件事照以轻心 当然这个对习近平也是个问题 你确确实实 就是你做过 你如果做的不够 那本来你原来 大家采取很严厉的措施 事情都有所缓和了 你一放松 那么多人一复工 交叉感染 结果事情又严重了 那当然你 那这个责任也在你身上 反过来你要是 就让大家这么各个方面 这么去强化的管控 到头来确实影响了经济 那这个造成的后果 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我们注意到 世卫组织去前两天 开始都谈到 就是说这次这个事情 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灾难 那就是太强烈了 就是因为在先期 在早期没有及时的防止 当然他没有点出来 是谁为什么造成这个情况的 但是其实他所批评的对象 那其实也是不言而喻的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感谢各位嘉宾的点评 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通过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 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 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